好 弟兄姐妹 们 伴众期待的2015年退休会 勾花晚会现在正式开始 我相信是因为你们坐着 所以单天气使得不够 这个wow才不是很激励啊 所以站起来说一次好吗 我们今天的 勾花晚会 我等所有人都站起来 然后最后我把最后一个字再说出来 好 2015年退休会 勾花晚会 正式开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 哈利路亚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什么样的困境 我们只要举目向上望 我们都能看见我们的天父 不分昼夜的时时看过我们 虽有艰难 虽有艰难 虽有愁苦 苦的一生都在他的手里 哈利路亚 神的孩子 不要去送 只不相守望 身在天上 不分周 也时时 他顾你 虽有艰难 虽有愁苦 仍在他手里 他被叫外 是互相消灵 是一副被满意 不要看幻境 不看自己 我就是一口 他对你 忠心的力 每个道道 声都吹停 千万别放弃 永远都忘记 你要忠心 走到你 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 不要沮丧 寂寞 想伤望 神在天上 不分周 也时时 看过你 虽有艰难 虽有愁苦 仍在他手里 他被叫外 是互相消灵 是你 不被满意 不要看幻境 不看自己 反正信 依托 他 你 必 重新 得力 神的孩子 在主 爱中 得向 安心 永远 不要忘记 你是 神所爱 孩子 神的孩子 不要 沮丧 只不 想 少 我 神在天上 不分周 也时时 看过你 虽有艰难 虽有愁苦 仍在他手里 他被叫外 是互相消灵 是你 不被满意 不要看幻境 不要看幻境 不看自己 反正信 依靠 他的 比重新 得力 神的孩子 在 主 爱中 得向 他 爱心 永远 不要忘记 你是 神所爱的孩子 永远 不要忘记 永远 不要忘记 你是 神所爱的孩子 哈利路亚 请对你旁边的 弟兄姐妹说 不要忘记 你是 神所爱的孩子 哈利路亚 不要忘记 你是 神所爱的孩子 感谢咱们 我们的主 主啊 你是 我们的主 引领我 走正义的道路 不论高山 低谷 都有你在 保护着我 主啊 那我千万人中 你寻得我 你爱我 认识我 那是你 对我一生 永远不变的应许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你我走正义路 让生活的孤独 都是你的保护 万人中为独 你爱我 认识我 永远不变的事 这一生 都是众 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叫我紧紧撞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请我走正义路 你是我的主 你往某人一路 高山和地固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为独 你爱我 真是我 永远不变的应许 这一生 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叫我紧紧撞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叫我紧紧撞住 这恩典之路 拿出手 来 你是我的主 你往某人一路 高山和地固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为独 你爱我 真是我 永远不变的应许 永远不变的应许 我爱你手 请我走这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请我走这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请我走这恩典之路 永远不变的应许 这一生 永远不变的应许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手 让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光之路 你爱你手 先让我走走这人生路 你爱你手 先让我紧紧抓住这人生路 阿雅雅 同位 下一首歌我们还需要继续牵手 因为下一首歌的名字叫 天父牵我手 准备吉他 天父牵我手 天父牵我手 一起向前走 身份中有主相伴 我无声 天父牵我手 一起向前走 天父牵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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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これ人 天父牵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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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下面这首歌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 一般情况下只要你受洗的时候 你一定会唱这首歌的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是 你们答对了 一切都恨心 听啊听啊 天使唯会欢呼 真理太无疑 进入那支流之地 从今天起 从今天休息 你是心脏 你是心脏敌人 飞月之后的灵魂 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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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变成家 天国之之心 献像中国的心情 奋向中国的恒例 生日在我心 深夜在我心 奋向中国的恒例 奋向中国的恒例 将生命航行 寂寞将使我相依 看啊看啊 一切都恨心 叮啊叮啊 天使为你们恨悟 真命爱你 尽用大自由之地 从今天气 从今早起 一世心早 一世心老的人 叮啊叮啊 一切都恨心 叮啊叮啊 天使为你们恨悟 真命爱你 尽用大自由之地 从今天气 从今早起 一世心早 一世心早的人 我们叫三声好不好 哈雷路亚 感谢神 感谢神虽然没有电 但是我们都很喜乐 对吗 大家请坐好不好 我们用最舒适 用最舒适的姿势来做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丰收 铃铛堂退休会 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聚在一起 能够彼此来学习 也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带领下 在我们众牧者的教导下 我们都能够领会阿爸天父在退休会当中 所要我们学习的心意更新 长大成人 我们愿今天晚上的信息 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不但是在BBQ当中 让我们的肉体能够得到饱足 也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饱足 阿爸天父我们将今天的信息仰望在你手里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地运行 开我们的耳开 开孩子的嘴 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得造就 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哈利路亚 那个 派牧师昨天晚上 项目师今天早上都问了一句话 同样我现在要问 你们长大了吗 快了 长大了吗 没有 成长了但是还没成熟 今天下午一下贪玩打了个球声音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感谢神 他知道这个时候必须不给我电 所以我们人后面听得到吗 听得到 哈利路亚感谢神 这两天或许你们有很好的休息 或许你们有很好的造就 但是大家总是在上帝的丰盛中 我们都与神相遇了 对吗 对 所以跟你的隔壁讲说 你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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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神丰盛的喂养 所以我们才能够 每天每天的见长 然后心意更新 长大成人 今天因为是一个短讲 所以我必须要用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今天用大家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 来分享上帝的丰盛 耽误了许多的时间 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会背了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我们就不读经了 那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讲到什么 耶和华是我的牧 必不知缺乏 必不知缺乏 大家觉得这个跟耶和华的名称 有哪一个是相似的 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讲到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耶和华娱乐是相称的 第二节讲到什么 他使我 跑过在金草地上 离我在很安静的水边 这个跟 哪一个名称是相称的 是不是你们觉得很平安 所以是不是上帝赐平安 跟耶和华杀龙是相合的 第三节讲到 他是我的灵魂出行 这个是不是跟医治有关系 是不是跟我们的什么 耶和华 拉法相当的 第四节讲到 因为你与我同在 所以这里讲到的是 耶和华杀马 第五节讲到 在我敌人的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这里是什么 我们要摆设宴席 所以是耶和华离习 旧约中上帝所有的丰盛 密集的出现在 二十三篇的诗篇当中 因着上帝的这些 丰富的赎信 称托出我们这些 被目的羊 是多么的有福 虽然在整段的经文当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个福字 但是在我们读二十三篇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 非常的有福 那如果讲到四篇二十三篇 我们就知道 我们会去思考 到底大卫王 是在什么时候写二十三篇呢 是比较多的人同意 是在大卫王 被他的儿子压杀龙追杀 非常凄惨的 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 写下四篇二十三篇 所以当我们了解四篇二十三篇的背景以后 我们现在在一起来练 我虽然走过使命的路 是不是比较更有感触了 因为是大卫王被他的儿子 在追杀的时候写的 这个时候大卫王并不是坐在 很舒适的王宫里面 他是在被追杀的过程当中写的 写出这个诗篇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在顺境的时候 如果让我们说出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离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没有什么困难 对不对 没有什么困难 因为一切都非常的如意 所以当 谢谢 谢谢 往后 往后 要往后 要往后 你好 要往后 好 谢谢 谢谢 电来了 哈利路亚 感谢神 好久 哈利路亚 我们再欢呼一下 三声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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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来母堂了 连麦克风都不会开了 你看看 所以在我们如果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要开口 赞美来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离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不会 谢谢 没有什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非常的如意 当然 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可是当你有一天 当你经过 你正在经过死因的幽谷的时候 却要你说出 我也不怕遭害的时候 那这一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就会带出一个更深刻的意义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还不会背诗篇二十三篇 回去好好的背起来 相信在你人生处境艰难的时候 这诗篇会成为很大的力量 弟兄姐妹 说不定将来你出名了以后 你站在台上 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 人家会要你来背诵十篇二十三篇 在我那个年代 有一个得过好几次 奥斯卡金像奖的影帝 叫做却尔登西斯顿 大家知道吗 却尔登西斯顿 他演过滨汉 演过摩西 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 非常有磁性 他的样子相貌 长得非常的英雄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 在同一个时代 跟他一起并存的 在一起并存的 有一位人物 长相也非常的英雄 他就是格里汉牧师 他用他的声音 为上帝赚了千万个灵魂 所以有一次当这两位名人 在低西的一次聚会上面的时候 好 谢谢 谢谢 你看又不会用的 新的 没见头 太先进了 是不是要是三名都会背了 这就是却尔登西斯顿 这个老一辈的可能年轻人不太认识 这是得了好几支金像奖 他声音非常的好 我刚刚说了 左边的那一位 是我们的格里汉牧师 他用他的声音 为上帝赚了千万个灵魂 所以当他们在低西聚会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大家就起哄 说 这个西斯顿 你是一个很好的 你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你可不可以 用你在电影上面 摩西讲话 那么磁性的声音 背诵 十篇二十三篇给我们听啊 因为这是他从小就会背的 所以他说 当然可以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背完以后 格里汉牧师也得背 所以他就开始背了 耶和华是我牧者 当然他是用英文 不是用中文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当他背完以后 因为那个声音非常的持续 非常的好听 所以大家鼓掌满堂彩 接下来 接下来 刚才我们的格里汉牧师 继续背诵 诗篇二十三篇 背完 练完以后 居然没有人拍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人的脸上都流下了眼泪 所以在聚会结束以后 大家就问西斯顿说 为什么你背的好 大家都拍手 为什么格里汉牧师背的好 大家都不拍手呢 这位西斯顿就跟他讲 I remember song 23 by head He knows the ship by heart 我只是会背诵诗篇二十三篇 但是格里汉牧师 他真正的从心里面 在诉说这位牧人 他能够体会这位牧人 弟兄姐妹 我要请问 你们都说会背诗篇二十三篇 你们是会背诗篇二十三篇 还是能够体会诗篇二十三篇 体会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从心里上来称颂 来说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 这样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耶和华都会带领我们 供应我们 盼望我们大家 大家不只是用头脑来背诗篇二十三篇 而是每一个人都能深刻的体验到 无论在哪里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耶和华总是我的牧者 如果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那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我们就是他的羊 羊有什么特点呢 听说中东的牧人 一个牧人 他们要做一个羊圈 非常的困难 所以他们有时候是两三个牧人 一起合作一个羊圈 然后把羊都放进去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 怎么办呢 怎么把羊叫出来呢 怎么分出来呢 非常的特别 这些羊 羊会记得牧人的声音 只要这位牧人呼叫 他就会跑出来 绝对不会搞错 对不对 所以约翰福音讲到 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名字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因为羊听牧人的声音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是羊 你们怎么能确定 你是上帝的羊呢 耶稣在跟法利塞人说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他们也跟着我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的羊 有三个动作要做 是哪三个动作呢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是哪三个动作 上帝的羊 我们要听 我们要信 我们要跟 要做这三个动作 所以当牧人选择 走新的方向的时候 如果其中有羊说 怎么跟以前走的路不太一样呢 那我想 这个牧人 就不会是这只羊的牧者 而这只羊 也不归这只 这个牧人来负责 照顾 因为羊总是会听牧人的声音 也跟着牧人往前走 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的牧者团队 领受了异象 定下了方向 大家就应该努力来跟从 否则 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个 牧者跟羊之间的美好关系 进而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 我再说一遍 你一定要听 要信 要跟 如果做到这三项 那你就是那只羊 那他就是好牧人 希望我们与神的关系 也是这样 我们跟牧师团队的关系 也是这样 那就讲到羊的丰盛的生命 羊若听从牧人的声音 跟着牧人走 羊的生命 就会越来的越丰盛 所以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怎么样 并且更丰盛 Amen 丰盛跟肥胖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像黄牧师这样是肥胖 对不对 丰盛跟肥胖是不一样的 丰盛是 他得到供应以后 他会与别人来分享 所以诗篇23篇讲到 福杯满意 满出来的部分 是要和其他人分享的 而不是说 在你满了杯以后 你祷告跟耶稣讲说 耶稣你给我大一点的杯子吧 不是啊 我们是要分享的 接着耶稣说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 从我父的 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在诗篇23篇最后 也说到永远 所以神跟我们的牧养关系 是有永恒的效应 他多么盼望 跟我们能够建立永远的关系 直到进入永恒的里面 那牧师给我的时间差不多了 最后再啰嗦一点 虽然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但是谁也不能 并且他说谁也不能从牧者的手里把羊夺去 但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们的羊 谢谢谢谢 我们的羊都如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一个人偏好挤路 偏好挤路 所以羊要离开牧人 走自己的路 就变得非常的困苦流离 好像羊没有了牧人 当牧人发现这只羊 碰到危险的时候 牧人会不顾一切 所以牧师的信息有讲到什么 如果100只羊 掉了一只 这位牧人会放下99只 去寻找这只 在我们这一次的退休会当中 我不晓得 有多少的人愿意抓住这个机会 来向神说 我预备好了 请带我回家 我想让耶稣成为我一生的牧者 我不再走我自己的偏行几路了 如果有这样的人 希望你能够把握机会 因为耶和华不强迫任何人成为他的羊 如果你是一只迷失的羊 你可以祷告说 主啊我要回来 请你带领我 短短的六节经文当中 描述了很多人生的经验 当然我在结束之前 我要请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上来 我要让你们增加你们 对这个十片二十三篇的记忆 然后我们有一个带动唱五分钟牧师 马上就好了 所以说短短的六节圣经描述很多人生经验 结束的时候提到的永远 所以在大卫的心目中 人的生命是不会消失的 人是有清朝 有幽谷 但是我们要永远 要往永远那里去 弟兄姐妹 你在走完人生路的时候 你有和大卫王一样的把握说 我要永远在耶和华的殿中吗 你有这个把握吗 有 阿们 哈利路亚 我请我们敬拜团来 为我们唱 带大家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散开一点 散开一点 我们今天是有动作的 好 OK 来 从头上 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是我的天花 是我唐我尽早地 干涉的水边 那是我灵魂苏醒 你我走着一路 我随过思应有故 也不怕早派 在我的人面前 我白色演习 你拥有高我的宠 是我不被满意 一生一世有恩惠 有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中 直到永永远远 嘿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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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与我同在 你里长得你里感 绝绝都安慰我 嘿嘿哟 嘿嘿哟 有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中 直到永永远远 好我们请弟兄姐妹站起来 好不好 我们先来办的嘿嘿哟 好不好 我们来办的嘿嘿哟 来嘿嘿哟 嘿嘿哟 嘿嘿哟 有你女郎 你的长和你的感 时时都安慰我 嘿嘿哟 嘿嘿哟 有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中 直到永永远远 嘿嘿哟 嘿嘿哟 有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中 直到永永远远 嘿嘿哟 有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中 直到永永远远 大家预备好没有 大家预备好没有 我们要开始跳舞了 我给你隔壁给一个Five Five 我们跟他讲我要跳舞了 好 好 在在我们继续这个四歌之前 我们请肖牧师 好 弟兄姐妹平安 那刚才黄牧师特别讲到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今天要不在这里能够享受主的爱 是一位神的恩典 阿们 阿们 我特别鼓励我们当中 特别是第一次参加教会活动的一些朋友 如果你有感动说 我要相信耶稣 今天是绝好的机会 好不好 如果这样可以举起手来 我们特别为你来祷告好吗 我看到了 还有吗 有愿意信主的 说我要回到神的家里边 还有没有 这边有没有 还有吗 还有没有信主的 这边 灯照顾学会看看他们 灯光队 朋友们你们听到吗 有没有今天想信耶稣的是绝好的机会 为你来祷告有没有 举手啊 看看好吗 这边没有啊 这边呢 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我看到了 感谢您是有福的人 阿们 阿们 好请下来好吗 分享半分钟你的感受好吗 我叫上一针 我中间从今天开始 我衷心感谢主 我衷心的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坚定不游地跟主走到底到永永远远 叫什么名字 上玉珍啊 我们为他祷告好吗 我们举起右手好吗 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灵亲自感动善于真姐妹 他愿意信耶稣归到主的名下 就求主你亲自来祝福亲自来保守 耶和华又成为他一生的牧者 一生带领他 他走人生的道路 我们看到主 你必要看顾他 祷告祝福 侍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阿们 我为他得救我们宽固好吗 还有一个小插曲啊 那今天晚上呢 我也特别宣布啊 黄祖庄牧师呢 从今天晚上开始呢 就任择西风鲁梁堂的主人牧师 那过去八年来啊 那我们母堂一直在支持 最近因为是实在很忙 那经过我去请示刘童牧师 刘童牧师也同意之后呢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呢 把这个教会的棒子和重任呢 就交给黄牧师和师母 请他们上来好吗 黄牧师师母上来好吗 黄牧师站那边 来 我们请潘牧师师母 萧师母 杨传道 杨千荣牧师 郑牧师在吗 没有啊 好 郑牧师来好 来 我们暗示在他们身上好吗 我们都举起右手好吗 我们一起要为他们来祷告 阿爸天父今天晚上 我们特别 我们举起手 我们祝福我们的黄牧师和师母 而他们有牧者的心肠 在一个牛泽西江的地方 牧养你的教会 牧养你的群羊 而他们真是忠心又良善 他们牧养的时候 你要赐给他们聪明 智慧和恩赐 他们服侍的时候 一样都不缺少 你对他们预备同工 让他们同心合一 来见到牛的教会 虽然前面有困难有难处 但我相信 你的恩典够他们来用 我们将祷告祝福 是奉主耶和基督得神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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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把时间交给 一梁是吗 华牧师 还有 对 还有人分享是不是 今天晚上 是 是 是 好 三分钟 那个 在这么欢乐的时候 有点伤心 为什么呢 亟代被剪断了 亟代被剪断了 强迫长大成人 在欢乐的当中 带了一点伤心 但是将近八年来 感谢肖牧师 潘牧师 郑牧师 这些牧者团队 跟弟兄姐妹的支持 让哲戏逢出林良堂 一直能够在当地成为金灯台 在这段的时间当中 我们母堂也拆拍了很多同工 来帮助我们 那非常的感谢 那时间 有一首歌叫做那个 其实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对不对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唱这首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准备好 最后的那两段副歌 很快就要结束了 大家预备好没有 再一次跟隔壁给一个fire 然后说我们要准备跳舞了 来嘿嘿呦 嘿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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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我同在 你你讲和你你干 是什么 嘿呦 嘿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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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店中 直到永远跟远 嘿嘿呦 嘿嘿呦 你之爱跟随我 你你讲和你你干 是什么 我 嘿嘿呦 嘿嘿呦 你自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店中 直到永远跟远 嘿嘿呦 你我同在 你你讲和你你干 是什么 嘿嘿呦 嘿嘿呦 你自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店中 直到永远跟远 嘿嘿呦 哈哈哈 你自爱和你你干 是什么 你自爱跟随我 你自爱跟随我 嘿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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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谢谢敬拜团的弟兄姐妹 谢谢 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的配合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好像有两个分享的见证是吗 赛峰 一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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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姐妹平安 那个往常大家可能觉得下面这个环节依然会是我出现 但是今年用我们消磨出的话讲 叫新酒要装在新皮带 我们原先那个有点老要换成新的 所以今年的流程大不一样 下面我隆重推出 风收两党飞扬小组最新夫妻党赵琳王妙两位 下面欢迎接下来汤两位来为我们大家主持更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不能关 让他不要关开开来 打开 好了 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 这么好的环境 还有这么好的美食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长周末 能够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起 能够分享神的话语 能够分享神带给我们的快乐 能够分享神带给我们的恩责 感谢赞美主 大家可以 环顾一下四周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真的一片非常好的地方 我们 我们的神 不只在天上看着我们 也在我们中间 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时常感到 他对我们的爱 接下来呢就是 我们的感动分享的时间 经过刚才那个比较激烈的活动以后 大家可以 如果想坐下的话 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平复一下自己的内心 然后可以静静的想一想 不管是 最近的几天之内 还是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有没有 神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接下来就可以 如果有感动的话 可以到前面来 然后和大家做一个简简单的分享 有没有分享的 抓紧时间呢 安迪 安迪 那个你之前说泽西堂有 泽我 泽西堂那位 泽我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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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我姐妹太强了 泽我姐妹太强了 哦没事没事 你们有没有时间了 我要从2005年讲起 别关 别关 麦克风别关 我没关 往后走 往后走 这个角度给你们拍照 给他那个目光 对 哪个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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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那里 OK 蜜光的 我是2005年受洗的 我先信主 然后 我先生呢 Matthew 我先生Matthew呢 是在我信主之后 三个月吧 也来到教会 但是是来中文教会 嗯 他的经历 因为Matthew他有先天性的疾病 所以他对神呢 是相当抗拒的 他相信自己 他不相信神 但是他知道 神一直是在帮助他 那他受洗之后 没有多久呢 他就得了肺炎 就住了家户病房 住了家户病房 从八月三十号一直住到十月二十九号才出院 那这段时间 我每天去医院 就带着圣经 然后呢 他昏迷在床边呢 我就读圣经给他听 有一天上 有一天坐火车 搭A train 到那个Columbia Presbyterian的时候呢 我坐在火车上呢 就在休息 闭着眼睛休息 但是很突然之间呢 我眼前好像出现了家户病房的景象 那 那个景象呢 我一下子突然好像在梦中一样 我不觉得我在火车上 那个景象就是 我看到他的房间里面 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光 从他的床的旁边射出来 但是就在 就在我想要仔细看的时候呢 突然 有一阵很强烈的风 就把病人的病床的窗帘呢 就这样子关上 关上以后 我就很冲动 就急急忙忙从座位上站起来 好像要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等到我这样子坐的时候 眼睛睁开了 才发现我自己在火车上 然后呢 我冲到医院的时候 我很希望Matthew是会醒过来 但是 他也都没有醒 就这样子 一直到了十月的第二个礼拜 他的情况呢 竟然渐渐好转 那这当中啊 我的教会呢 还有我们的教会 是不间断的 二十四小时为他祷告 然后 终于有一天呢 护士医生跟我说 我们要把这个昏迷的药 渐渐的减低 他就会苏醒过来 因为他的肺呢 已经有好转了 然后当他的这个 意识渐渐恢复的时候呢 我第一件事情 问他就是 What did you see? Tell me what did you see? I have to know 他也 Matthew也是很有意思 Matthew看着我呢 就问我说 How do I know? 我说我当然知道啊 因为我也看到了 我把我的部分告诉他 然后他告诉我 他看到的 他跟我说 他梦见自己呢 在一条 在一个火车上 火车呢 好像快要起火燃烧 这样非常非常的热 那他自己呢 觉得他好像快要死掉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看到耶稣 我说耶稣长什么样子 你赶快形容给我听 他说我不会形容 他就是glowing the whole body is glowing Jesus is glowing 然后 他还说 耶稣伸出一只手 然后呢 就这个动作 跟他说 It's not your time 然后呢 慢慢灯光就消失了 这个亮光就 渐渐渐渐消失了 他说从那之后呢 他就觉得 他的身体很清凉 很舒服 然后我对这个梦境 我就一直 很不能够理解 我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耶稣不让我看到他 而让Matthew看到他 那我后来也觉得说 可能是 耶稣比较疼他吧 但是后来 再见见他身体好了之后 我们常常讲到这个经验 讲到这个共同的这个见证呢 Matthew说 其实神也是很爱我 很爱 很爱Carol 因为呢 他知道 我能够忍受的程度是多少 然后他也知道Matthew 能够忍受的程度是多少 所以呢 他已经 他已经都知道了 那如果说今天 我看到耶稣的话 我可能还会 有点怀疑我自己所看见的 所以 我想神是 就是很清楚我的脾气 这个是他 2005年受洗之后的 我们夫妻两个 共同的经历 但Matthew今天不在这里 因为他去年去世了 但是我知道 他今天是很快乐 他也在这 跟大家一起共同 所以 谢谢大家 听我的见证 我们为Carol姐妹祷告 那带祷 那他的弟兄叫Matthew 如果去过分堂的人都知道 他是那位在我们敬拜团 打非洲鼓的 打drum的那一位 那一位外国人 不是 那一位美国人 我们是外国人 那很感谢大家 那刚刚我补一句话 我说虽然期待剪断了 但是什么东西是不能断的 血缘不能断的 对不对 DNA不会改的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跟牧师团队们 是不是继续的支持我们分堂 阿们 所以刚刚很多的弟兄姐妹 跑过来跟我拥抱 我说期待虽断 但是血缘不断 DNA也没改 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 在祷告当中 特别来纪念我们的分堂 好吗 特别为我们守望祷告 谢谢 OK好 还有哪位弟兄姐妹 想上来分享吗 那我就 我简单讲讲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我俩 其实我跟 这是我 这是我态度 我俩其实也是 今年 复活节受洗的 然后 其实也成为基督徒没有多久 然后我们 但是我们在教会 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之所以 过了 我们大概在教会有 十个月左右吧 然后才决定受洗 我觉得这可能 对一般来讲 是挺长的一段时间了 然后之所以迟迟没有受洗 可能从一开始 是因为就觉得 觉得基督教可能 就只是众多的那些 就是 说服别人 说服人的心理的一种 众多的理论之一吧 毕竟我们是 承载在国内那种 所谓的无神论的国家 然后受的教育 还有受的影响 都是另外一套 所以很难接受 这个 现在我们所相信的这些 但是我觉得 就经过了这一段时间 在教会 包括接触 教会的弟兄姐妹 接触牧师 还有我们自己读经祷告 我们真的是觉得 神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我们 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 即使是最小的细节上 可能都有神的所在 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神是无处不在 神也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我想 我可能会更多的从一个刚信主的角度 刚信主的基督徒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这些 因为我觉得对于 一个基督徒来讲 可能最重 最难的 其实是 首先是信 首先是能把 这个信任 牢牢地 扎在那 真的是相信 有我们的神 在天上 其次是 真的能把这个信 转化成 行动 因为我觉得 不管 你听再多的讲道 不管你看圣经 去祷告 最终你都是要把它 转化成行动 转化成你作为基督徒 在这世间 彰显主要的行动 这是 最艰难的 我想说的这个事是 我之前在我们小组也分享过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 做过跟神 或者是跟基督教有关的梦 但是我之前听过 我之前听说过 有人在梦里面 有神跟他说话 我其实很羡慕 然后 我也希望自己能到这样的梦 我也希望在梦里 神跟我说话 但是这一天我叛道了 但是很突然 就前一段时间 我们在找房 我们准备要搬家 然后突然有一天 在梦里我梦见一个 很大的一个sign 上面写着 fear the lord 就这三个单词 fear the lord 然后后来我就醒了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说我梦见到这个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怎么能解释呢 然后我还在想 是不是说那个broker本来要骗我们 后来但是因为他fear the lord 然后就不敢骗我们了 然后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 然后我就没把他 就把他放到了一边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跟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吃饭 去到了 去到了 flashing的那个skyview 那个停车场 在停车场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处在什么一个状态下 然后我在停进一个车位的时候 就把一个就把旁边那辆车蹭了 这特别明显嘛 但是我当时第一反应是 heat and run 我想可能 我想也许 至少有一部分人会跟我同样的想法 然后我当时就 想也没想 我就真的是开走 我开到了另外一层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我开到另外一层 我把我的车停在了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我检查了我的车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心里就已经开始非常强烈地 run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我不是之前一直讲到 生灵在自己的内心在工作 因为我自己内心有非常大的挣扎 因为我知道 我应该做什么 我知道我很明确地知道 我作为基督徒 我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 我至少要放在那一张条 即使我不在那一直等着 我也至少要放在那一张条 我告诉人家 这个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这个scratch是我闹的 然后我会留下我的电话 然后他可以联系我 然后我会赔偿 但是我同样心里 存在着那些熟识的观点 我知道我如果回去 因为我有担心 我担心如果这个人 如果是一个很不好的人 他会不会讹诈我 另外我如果去找他 他如果通过保险去走的话 会不会影响我的保险 会不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一顿负担 我的心里就是在这两方面在挣扎 但是我内心真的 有一个很明确的声音在说 如果你像其他人一样 你像everyday people一样 just hit and run 那你跟其他有什么区别 那你凭什么作为一个极度图 我就是抱着这个想法 然后在内心其实还是一直在挣扎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前几天晚上做的梦 我想到了fear the lord 我想到了圣经里 我读到圣经里 以色列人 被神带出埃及 即使是见证了那么多神迹 但以色列人 依然在有的时候 不相信神 违背神的旨意 不去敬畏神 神才会带来 带给他们 一系列的困难和存在 我有的时候也会问自己 信真的 这么难吗 把信转化成行动真的这么难 但是 我刚才说的这件事真的 我后来想一想 觉得确实是 对自己来讲很大的一个考验 也许 也许这在人生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在每件事情上 都可以 依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话 我想即使 以后面对人生更大的困难 面对我们在这世间 更大的挫折 以及那些不属实的人 给我们制造的这些困难和压力 我们会有更坚定的信心 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去尽量不让别人跌倒 去向世人展示 做一个基督徒 是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多么一个 多么荣耀的 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 我们本来应该是最好的 我们不应该躲着 感谢主我把 我后来我最终战胜了自己 私立的一面 然后回到了原来那个地方 然后把写了一张条放在那儿 然后后来终于安心地走 我在放下那张条之后 我突然感觉 因为我们当时是饭点去了 我出了这个事以后 我完全没有心情吃饭了 但是我在放下那张纸的时候 我突然开始感觉饿了 我正常的所有的 一切的feeling都回来了 我觉得我又是 我觉得我卖的每一步 都是那么的坦荡 我卖的每一步 都是那么的坚实 因为我知道我背后 有神来支持我 我知道不管 我知道不管 结果是怎么样的 我知道不管 之后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知道一点 神在我背后 神会给我一切 还预备好 给我准备的 但是前提是 我们要先做 神让我们做的事情 神允许做我们的事情 感谢赞美 神允许做我们的事情 神允许做我们的事情 还要分享 我认为有点净 神允许做我们的事情 还有一些详细 要分享 我认为有点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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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很多项目验证是存在的 OK, so yesterday, so after the outdoors activity and stuff like that So my sister, she went to swimming with her friends And afterwards, she had a stomach ache, she didn't feel well 昨天下我的妹妹去游泳以后,她就晚上肚子很不舒服 And my parents aren't here, so I'm basically her guardian And I did everything, like I was like, okay, so I'm only 17, I do not know what to do So I like, I gave her medicine and gave her hot water, like I was like worried 因為我父母不在這裡,所以我就變成她的媽媽了,算我只有17歲 所以我就給她所有我知道的藥啊,什麼的方法,去幫助她 能希望那個肚子能夠到外耗得動 So then I told her to go to bed first, go to bed early Wow, even though like, the day wasn't over yet So I just wanted to go to bed first,雖然說還沒很晚 And then I went to the English side, to the message So I just went to the English side, to the message So during worship, I was like, okay, so I was like singing, half singing And then I was still,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 was just very worried, you know Because this was her first retreat, like what do I do, like, does she go home, like what do I do So,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um,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 hear, she is healed So, and then I was like, at that moment, like, my heart, like I know for sure that was God's voice Like, when you like hear it, it's like the certainty that like, that's Him That's definitely Him, it's no one else, not my own, like, consciousness thinking or something So, and then after the message, and after we were sharing everything, um, and then we did a group prayer afterwards And then I checked my phone So, and then at that, so my sister sent me a message, and at that time, the message was sent It was the, what, during, okay, at that time, the message was sent It was during, um, when I heard that voice, and she sent me,姐姐, I feel much better right now So, when I saw my phone, when I saw my sister sent me a message, the time was sent me a message So, that time was when I heard the voice of God's voice, and said,姐姐, I feel much better Yeah, so, praise the Lord, He is alive, and He hears us, and He takes away all our burden and words Thank yo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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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and the. Just as in a painting, the. Just as, that. Just as that. And how did we do them? Alright I'm very surprised. They were even on the line I said, my friend And I said, I don't want to, and we don't have a voice And I don't speak. We don't know. We don't always talk. 跟人交流 我基本上你们是骗我的 感谢赞美主 我相信在圣灵的感动下 他们说的不是他们自己想要说 是神上他们所说的 好 突然之间我们有一位弟兄又有一个感动 好 下面欢迎我们的马丁弟兄谢谢分享 他是我们这次测绘的专职的摄像录影 好 谢谢 好 谢谢 首先 我觉得我现在在这里心里有个大小小的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 我来到丰收灵粮堂 其实就是因为一次退休会 那一年是2010年的退休会 我是跟我们的泽西部署灵粮堂的黄霸一块来的 今年是第五个年头 我一直跟随着泽西灵粮堂 跟随着泽西灵粮堂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这五年里面教会帮我传掌 然后看到了很多里面有欢笑 有惨骚 我觉得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我觉得我的生命 我的属灵的生命得到了非常好的升华 正是因为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觉得虽然这个信息非常的短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有黄霸 曾经他对我们那一届学生的不离不弃 我成了那一届学生里面 唯一一个留在泽西丰寿领粮堂的 我跟他参加的第一次活动 就是来到我们的退休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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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 我现在想给黄霸一个拥抱 谢谢 我们为 我们为 泽西风生老 有这么好的一个牧师 而感到骄傲 阿们 感谢赞美主 我又上来了 如果没有哪位弟兄姐妹 突然之间又有感动的话 再给个15秒的时间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如果你现在有圣经催逼 你就是说 我真的很想把我的 一些感动 进行的分享 不管是说 是在这个特会当中发生 这有啊 来 下面这位是我们 飞行小组的冯文姐妹 她是我们教会 很重要的一员 参加我们的敬拜大美团 弟兄姐妹平安 其实我想说那事 怎么讲的 就是昨天我 在我们 飞行小组的特别聚会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上周 有一天就是 因为一件事情 我就是急需要去请假 然后但是 但是就是 那天很不 就是很不顺利 就是说 就是我的主管 那天就没 没有办法 批给我家 因为我平时是在 幼儿园里工作 就是本身 请假这件事情 就是很困难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真的就觉得 有一点点无助 这时候我很感谢 就是主把一个 另外一个姐妹 就是我的一个同事 放在我的身边 她当时过来跟我说 说我会为你祷告 这个时候 你自己要祷告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这件事情 分享给你小组里的姐妹们 让他们帮你一起祷告 然后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 就是当时 就是真的有一刻 就是我跟 就是我的 我的主管 跟我说不能给假的时候 我那时候 就是特别沮丧 我真的想说 我 我不做了 我说我 我辞职 我不干了 我现在就要走 然后但是那时候 我忽然间想起 那天就是 像不是讲道的 说了一句话 就是 就是说 主说的就是说 在末世的时候 就是反忍耐到底的 必能得胜 然后我当时就想 我不能这么 就这样走了 而且 而且我觉得 我突然请假 也是对孩子们 对家长的 就是一种 怎么讲 就不负责任 然后 紧接着我就忍耐下来 然后还好遇见 那个就是 我同事那个姐妹 她正好路过 是听见 我跟主管 那个讲谈话 她后来安慰 我就说 就说 你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你的姐妹们 就是这样 我就在第一时间里 我就 就正好那是 我的light break 然后我就在 我的 就是在我的微信上面 我就把这件事情 就告诉了 就小组里的 姐妹们 思思 还有 王妙 还有 甜甜 还有 诗琪 然后 就是 就是这样 他们就每个人都会说 就是说 为你祷告 神为你开道路 然后大概 就是真的 真的 我觉得 神听见了 我们的祷告 然后就在 两个小时以后 然后我的主管 突然间就说 就说 你可以走了 就说 你可以 你走给你家 你可以 你可以去办你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想分享 这件事 第一点 就是我 我是觉得 真的有 就是 怎么讲 我们作为 一个基督徒 我们就是 怎么讲 我们 我是觉得 如果弟兄姐妹们 就是当中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小组的人 真的 去找一个小组吧 还有 有很多 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们 很久没有去 你们小组 就敢 就是 真的去一下吧 真的 跟弟兄姐妹 平时的 这种很好的交通 真的 就是 大家可以帮你 向主一起 祷告 然后 帮你 会帮你 做很多事情 然后 也就是这样 就是那天就是主帮了我 所以我在此特别感谢 小组里的姐妹们 就是感谢他们为我祷告 所以说我们不要做 怎么样走势的羊 我们要做就是 我们要一起走 真的就是要一起走 和天父共走天路 好感谢主 感谢我们小组 这位姐妹的分享 更感谢主 他把我也算作姐妹之一了 特子为我们飞行小组 做一个广告 我们飞行小组 是教会进行来 新成立的一个年轻人的小组 不论你的实际年龄多少 只要你心灵年轻 都欢迎到我们小组来 本小组备有网站 Facebook 以及各个个人的联系电话 我个人是917-683-8830 有意义的 可以找我们小组的 任何一位弟兄姐妹 进行联系 欢迎大家来光临参观 指导我们的小组 我们小组 每周聚会的时候是 周六晚上七点 在一位姐妹家 地点暂时保密 您来问我告诉您 谢谢 好 随着这个弟兄姐妹感人的分享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萤火晚会 也接近了尾声 那我相信 在我们这个信主的这个路途当中 神是时时刻刻在保守看过我们的 Amen 好 下面我们就用刚才我们亲爱的黄牧师 带的这首黑黑忧 我们最后用黑黑忧来结束 我们今天这个愉快的 感人的 《河河晚会》 河河花是我牧着 我一路只剧 是我唐我青草地 在来写水杯 它是我灵魂苏醒 是我走正义 我随我死因有苦 也必不怕走黑 在我的人面前 被我摆设演习 你拥有高我的头 是我父被满意 一生一世有恩惠 有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中 直到永永远远 嘿嘿哟 嘿嘿哟 祝你与我存在 你的脚和你的感受 随时都安慰我 随时都安慰我 嘿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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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爱跟随我 随时都安慰我 嘿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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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爱跟随我 我要住在你边中 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住在 我要住在你边中 直到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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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丰收的羊堂 退休会 高火晚会 到此正式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